美国联转会两度暂停升息 立场转为鸽派 先前受到外资打压的台股 终于出现了起色 十一月以来已经大涨了超过六百七十点 上攻万七气势强烈 专家表示 美国明年可能会开启降息循环 再加上笔电手机市场回温 所以专家认为 今年台股在选前 再开红盘的几率不低 台股周一开红盘 指数大涨超过两百点 冲上一万六千七百点关卡 十一月短短四天 大涨超过六百七十点 逼近万七大关 加上年底不只有做梦行情 还有总统大选加持 专家预估有望 一举攻上万七 所以目前看起来 今年的大选之前 台股涨的机会 相对会比较大一点点 外资过去的四年 大幅度卖超台股 而且将明年 看起来美国景气会不好 可能会开启 所谓的降息的循环 大选选前甜蜜行情 真的存在吗 观察历届数据 大选前六十天 还有二十天 台股上涨几率都破七成 前六十天进场 平均报酬 更高达约百分之十 二零二零选前十一月 就迎来千点行情 大涨一千一百七十六点 这回有望复制走势 除了联准会二度停止升息外 还有这项力多助攻 红海大力光公布十月营收数字 双双写下新高 凸显电子产品景气回温 国家队也被妥劳动加退服 总计一千八百一十亿银蛋基金 万一跌破万六 进场互盘几率就很高 但想搭选举行情 还是得留意国际地缘政治氛围 盘性调整布局 进行微信之间和公园 在本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